最近的政治赌注又来了 而且这次赌注是他自己最珍贵的头发 不是像上次一样剃短而已 而是要全部剃光 他宣示的就是要是柯文哲在年底的选战选输了 他就要剃成一个大光头来庆祝柯文哲输掉选战 我们现在听听他怎么说 我很珍惜我头发 那如果剃光头对我是灵虐 自虐 一种很强烈的谴罚 柯文哲落选 我庆祝柯文哲落选 那我就来剃光我的头发 王世坚是在网络的节目上公开的这样一个承诺 虽然说他语气中听得出仍然有点犹豫 但是细数一下他过去其实历次的打赌 从来没有一次赢过 运气非常差 所以他这次才打算要反过来操作 看会不会好一点 今晚现在柯文哲的民调的声势非常的高 他说他仍然非常有信心 自己一定能够替法成功 因为过去王世坚呢 连自己的老婆都没有办法碰到他的头发 他表示呢 他过去对替头发也非常的有阴影 所以头发来说 对他来说呢 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东西 他愿意拿出来跟柯文哲做对赌 他认为自己已经做了相当程度的牺牲了 他说是非常珍贵的东西